苏州是著名的园林之城 但是随着时代变迁 一些苏州园林被另做他用 有的年久失修几近荒废 从2018年开始 苏州制定了园林保护修复 三年行动计划 近日计划中列出的12处园林 已经全部修复完成 至此苏州全市 形成了108处园林群体 在苏州古城区苍浪亭景区对面 坐落着一处小型园林可原 可原建成于清代雍正年间 是苏州现存唯一的书院园林 但几年前可原几乎荒废 到处是破败景象 应该说刚进场的时候 看到的还是很惊讶 是一片残垣断壁的感觉 包括这个就是西部的这些建筑 有的属于半塌塌状的 有的属于仓库 据苏州市园林部门介绍 苏州园林明清时达到鼎盛 当时苏州共有大小园林200多处 由于时代变迁等原因 截至2018年 全市登记在册的园林 共有108处 其中像可原一样 处于荒废状态 甚至完全消失的 共12处 为此苏州制定了 园林保护修复三年行动计划 有的这个园子轮廓很清晰 它的历史文字资料很清晰 你可能很快查 两三个月能够查到 你想要的资料 然后你再经过一年 或者甚至两年的研究 你大的这个设计方案思路能出来 但有的园子可能要10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这个是因为有些的园子 实际上它已经只有名 而万物皆无了 那这时候你要修复 或者恢复这个园林的时候 你要经得起各方面的考证 今年11月中旬 苏州园林三年修复行动计划 全面完成 至此苏州全市范围内 形成了108处 苏州园林群体的完整格局 目前这12处园林中 有7处已经对外开放 其余的几处 在经过进一步完善后 也将全面开放 在这次修复的12座苏州园林中 有些已经是消失了超过百年的时间 那么这些园林的修复工作 是如何开展的呢 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杨光 正在这次修复的 重点园林塔影园的现场 这会儿呢 修复的收尾工作 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来连线他 杨光你好 哇 此刻你仿佛是身在画中啊 这座消失了超过300年的园林 他是如何做到精准修复的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了 殷琪 我就来给你介绍一下 我现在身处的这幅画 我现在所在的叫做塔影园 其实到苏州来旅游的话 大家都会去虎丘 那么虎丘在哪呢 其实就在我身后的这片山林当中 不远的地方就是虎丘 但是从明年开始 你凡是到了虎丘来旅游之后 下山了以后 都会到我所在的塔影园 再来去参观游览一下 那么为什么叫做塔影园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现在身后的这一汪的池水 那么这网池水呢 就在整个虎丘山的这个脚下 它可以完整的去倒映出 虎丘的山林的这样的一个翠色 而标志性的虎丘塔 就在这个山林的倒映当中 若隐若现 那么塔影园呢 也因此而得名 那么塔影园其实最早呢 是建于明朝的中期 那当时呢 是文征明的后人 去建的这样的一个园子 但是到了清朝 乾隆年间的时候呢 园子开始逐渐的会有一些没落 有一些淹没 甚至整个的水景 都已经是消失了 而到了近现代的时候呢 这里又变成了苏州的这个幼儿示范学堂的一个所在地 整个园子可以说是荡然无存 仅留下这三个字 塔影园这三个字 在古籍中才能够去找到 那么在2018年呢 苏州开始的这个园林的三年修复计划之后呢 这个塔影园也是被列入了这个计划当中 那么这会儿呢 是有一些收尾性的工作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园的是兴建的嘛 所以它的周边呢 有一些这个河边的池边的这些石头呢 需要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个绿化 这会儿呢 正在进行一些相应的修缮的工作 包括在远处我们看到还有一处假山 这是大概是一百年前的一座假山了 那么因为这个地质的一些成将呢 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 包括有一些造型的一些破损 这会儿呢 工人也正在对它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修复 但是其实这些呢 在我看来都是一些小修小补 我最大的一个疑惑是 这个园子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 没有人见过了 那么怎么在今天去进行一个修复呢 这园子在哪 里边的构造又是怎么样的 这其实不仅是我的一个困惑 也是整个古建修复团队 需要去解决的首先呢 第一个大问题 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都是到古籍当中 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考证 比如说这会儿呢 我是要拿着这本书呢 叫做虎复制 这本书呢 是成书于清朝 清代的时候的一本书 是记录了整个虎丘周边的一些风物的 这样的一些地形地貌 当中呢 有一幅图 叫做前山图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所看到的这一幅 这是古人的一幅线描图 那么通过线条的勾勒呢 是把整个虎丘的一个 完整的山秦山式 包括建筑都勾勒出来了 包括那个地标性的 这个虎丘的宝塔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塔影园当时是在哪呢 其实是在整个图的最右下角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方小池塘的位置 这里呢 就是亲人所描绘的整个虎丘当中 我们能够找到的 塔影园的一个相应的一个遗存 那么这里呢 就对塔影园整个位置 进行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定位 就是在虎丘的一个东南角 也就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确定这里呢 就是当年塔影园所在的一个位置了 那么位置定下来之后 整个园子里边 会有些什么样的建筑呢 特别的幸运 还是能够在古画当中 去一窥当时塔影园的 这样的一个盖帽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呢 叫做康熙南巡图 这也是清朝的一幅绘画 这当中呢 会记录下了整个的 完整的一个虎丘的景区 当中我们把画中这一块放大之后 能够看到在虎丘山脚下 有这么一方小园子 当中亭台楼阁 包括中间的这一方池塘 我们记住这幅画 镜头稍稍往上抬起来 看一下现在 整个园子里边这样一个造型 其实在整个园子当中 主体建筑依然是水面 而当中的一些廊桥 包括远处的四角飞起的这个亭子 都是根据古画当中 进行一比一的一个定位 和一些相应的附件的 其实对于整个修复园林来说 有这样的一些古画作为参考 那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其实更多的情况下 是只有一些文字性的描述 那可能还要经过一些 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考证 包括还要发挥一下 现在造园人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这当中其实我现在所在的塔影园 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创意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整个塔影园主体当中的 两座建筑 第一座最大的 这个叫做福翠阁 这是一个明式的建筑 整个造型比较简洁 而远处四角飞起的 叫做隋鸥亭 这是清式的一个建筑 将明式和清式的建筑 两者合而为一放在园中 这就是当时造园人的 这样的一个创意 希望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到 在整个园子里边 它最兴盛时期 明清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而整个园子其实在之前 2018年之前 刚刚说到了是学校的一个用址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如果在当时看上去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所看到的 这个照片 只是一片塑胶的一个操场 而现在完全已经是一副 苏州园林的一个 相应的一个样貌了 那么这当中 前前后后的时间 从施工到设计 总共历史有六年 其中绝大部分 都是在考证相应的一个古籍 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苏州园林的修复过程当中 其实不仅是在塔影园 在其他的一些地方 在修复的工艺上 也会有一些创新 现在大家在画面中 能够看到远处有一个 墙上有一个花阁的漏窗 这是非常典型的 一个苏州园林的一个造型 那么这个花阁窗 是怎么去制作的呢 在这块我们看到工人 这里制作的是一个 比较传统的方式 用瓦片去搭起 这样花阁窗的一个骨架 然后再浮以相应的 比如说白灰填个缝 这个非常的慢 只能是工人师傅 慢慢的去一个一个去制作 但是现在在这一次的 修复过程当中 在这个古法之上 有一些新的创新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人 现在的做法 是用这个铁丝网 搭起骨架之后 再用白水泥 进行一个制模 然后送到工厂里面 这可以去让整个的 花阁窗的制作的速度 大大的提升 并且它的花形 能够做得更加的繁复 更加的一个美丽 那么这也是在整个的 古建修复过程当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点了 那么从18年开始到现在 总共这一批是修复 完成了12处的一个园林 那么在目前整个苏州 可以去考证的 在侧的园林的总数 在108个基础之上 这已经是全部修复完成了 而他们当中绝大部分 80%以上 都可以进行一个对外的开放 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塔影园 在明年的时候 也会与一个最新的一个姿态 去迎接游人的到来 好 因此目前我在苏州 塔影园的了解的情况 就是这样 还原想象 加上技法的创新 给我们重现了 美如化的苏州园林 非常感谢阳光的报道